为了宣扬扶轮服务的精神 培养具有国际观跟社区关怀的青年领袖 连结地方产业跟国内外文化交流 国际扶轮3462地区联合海内外15个国家的交换学生 2020年2月2号礼拜天上午9点开始 在南投普鲁里的铝鱼潭风景区 举办一场RYLA青少年领袖营的活动 因为刚好遇到武汉肺炎病毒的防疫期间 现场除了有各种闯关游戏 品格教育跟无话交流的活动项目之外 为了避免跟预防武汉肺炎病毒的传染 两天一夜的活动当中 有将近300多名参加的青少年跟社友 大家都戴上了口罩 每个人进场时都要接受酒精的消毒 那这个活动在我们的主委库林的策划之下 已经有一年多的非常细腻的工作在策划 那在这个期间 刚好是我们这个武汉冠状的这个气息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那我们的主委非常的不容易在这三天里面 把所有的行程全部都改变 第一个我们的学生来的人全部准备口罩 那这三天来我们把这个口罩措施 我们洗手那我们酒精那我们所有的活动 就要求学生一定在清洁上做得非常好 第二个我们在所有的活动改变成 从室内的活动这两天的活动全部改变到室外去 国际符轮3462地区总监黄敬林说 这一次符轮3462在普里旅渔潭天水林饭店的活动 是以参与符轮成就领袖挥洒青春 连结世界为主题 在旅渔潭湖伴的七个地理穴位设立关卡 再利用手机APP进行实境解明游戏 通过青少年团队的合作 发挥脑力激荡跟思考 希望加强品格教育 礼拜天晚上还安排了各项表演节目跟团康活动 让青少年亲自上台 载歌载舞 促进各国文化交流 打造友善美好环境的地球村 就在我们活动即将举办的这个 这个大概是前一周 那个武汉疫情的报导 讲的这个 飞飞扬扬 所以家长学生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都希望我们延期取消 但是事实上举办这样的活动 并不是今天讲明天就可以马上做应变的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就立即召集了我们的委员会 还有我们的总案室 马上讨论如何来应变这一次 针对武汉疫情的这个余力 参加这一次福伦3462活动的各国青少年 也趁机走访台湾最美小镇之一的埔里 认识驴毅潭周遭的温泉观光景点 跟生态环境 国际福伦3462总监黄敬林表示 将来还会持续举办这样的公益活动 鼓励大家爱护台湾的好山好水 让人活到老学到老 挥洒青春跟活力 完成连结世界的梦想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南投报导